现代人多吃少动的生活形态 导致肌力普遍不足 想要培养肌力 除了多增加肌力运动外 也需多吃蛋白质 蛋白质具有增加新陈代谢 肌肉等功能 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黄金营养素 每个人的运动强度不同 所以也要有不一样的饮食菜单 首先轻松运动 糖内使用不多 在运动前我们可以选择 墨西哥鸡肉豆腐沃沙拉 或者是麻婆蒸蛋 我们扶着稳固的桌子或椅子 手臂与身体呈垂直 双膝跪姿 做伏地挺身的动作 注意是要使用到手臂与胸的力量 每组坐10-20下 休息60-30秒之后 再继续完成2-4组 翻腿蹲 一脚前一脚后垫步 身体吸气往下 吐气双腿发力向上 连续4-10下 休息10-60秒后 换脚同样动作重复 虽然轻松运动 但对运动初心者 仍有少量损伤产生 因此记得运动后 可以来一碗热乎乎的香菇鸡炖汤 补充蛋白质 如果今天打算要认证运动的话 运动前就需要 足量的优质淀粉 与其蛋白质 我们可以选择大口塔香烤鸡五股米饭团 搭配蒸蛋汤 根据研究建议 重量训练后 我们需要补充优质的足量蛋白质 因此可以选择 健身肌肉餐盒 以及我们日式柴碗蒸 来帮助我们修复 如果是高强度重量训练后 建议三个小时 再次补充优质蛋白质 来持续修复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 清爽的香烤豆腐鸡肉意大利面 记得想要维持健康 就要多动补充蛋白质 到全家便利商店 选购外食 也能吃得均衡健康哦